平日里皇上总说 你们是他的栋梁之臣 现在倒好 皇上失踪 大厦将棋 你们都管什么大用 和尚 皇上对你 可是圣倦正龙啊 可是你看看 就在这个京城里面 皇上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 突然如泥牛入海 全无踪影了 回太后 奴才已经遵太后一旨 进发城中之兵 将这京城围得铁桶一般 连这鸟儿也飞不出去的 想必皇上就会有下落的 倘若 又出现了你何大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仍旧找不到皇上的下落呢 那就恭请太后 赐奴才白领一条 如果皇上万一有什么意外 奴才情愿以死相报 以不奴才失察之过 禀太后 京城的治安是臣的职责 除了这等事 臣难逃其咎 请太后责罚呀 皇上视你们为骨功 你们对皇上 也该骨肉连心吧 可是你们有何作为 就凭这一条 该不该打 奴才该打 好 这是你自尽处罚 休怪哀家 要是不伤精动骨 你们是体谅不到 艾家此时此刻 心机如焚的滋味啊 先打二十大板 谢太后 太后 臣也有罪 请太后责罚 你就免了吧 谢太后开恩 谢什么谢 要是再找不到皇上的下落 就直接砍你的脑袋 太后 弘历来了 启禀太后 停停停 有何事啊 这打的是何大人的 还差多少棍子 上鱼石棍 行了 二家现在没心思 跟你闲聊天 有何事 太后 不用急 不着急 等何大人挨完了板子 再说不迟 提禀太后 二十大棍已经打完 皇上已经多日迟迟不见踪影 你居然很有心思想 你事何居心 何大人 若是皇上已经找着了 我还能像你一样 哭丧着脸吗 什么 你找到皇上了 启禀太后 小民不负太后之托 已经打听到皇上的下落了 你真找到皇上 为何早不说 害得和我吃板子 何大人 您挨板子 这不是太后的赏赐吗 我不能坏您的好事 再说了 就算把屁股打烂了 我还能给您 跌高有的 行了 行了 红利 你快告诉我 皇上现在在哪 咽下是否平安 太后 皇上他 他跟别人打了一架 受了一点皮肉小伤 不过您放心 太后 有红利庙手回春之术 已经不大碍事了 现在皇上吃了点止疼药 行动上有点不大方便 被我红利安置在一个妥善之处 明日一早 他就能回宫 给太后您老人家请安来了 小伤 伤在何处 太后 您看您老人家怎么了 我红利什么人 江湖人称火扁鹊 那是有起死回生之术之人 何况皇上受的 就是那么点皮肉小伤 这皇上 就因为何事与人争斗 皇上他是 太后您自个猜吧 还会有什么事 准是为了哪个女子 太后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您自个猜出来的 带我去见皇上 太后 太后 依小明看 这事还是缓一步的好 等皇上明天伤好了 自然就会回宫来了 要不然 您说 皇上脸面不好看 行了行了 你们俩起来吧 跟着红利去见皇上 记着 不许离开皇上一步 万一再出现意外 我饶不了你们 这 这 走吧 等等 和尚 带几个太医过去 带太医干嘛 太后 您让人家真不相信我 红利的医术 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哀家哪能不相信你 哀家只是 只是什么 不相信你又怎么样 你 你为 哀家谁都不相信 走 站住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天机不可泄露 走 等会儿 我问你 你真的找着皇上了吗 你可得说实话 何大人 不信我您就回去 信我呢 您就跟着我走 走走走 站这儿干嘛 这是妓院 里面是你相好 这说什么呢 何大人 这要让我们大媒知道 那还得了 那你在这儿发什么呆 这意思 你是说皇上在这种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何大人 近不近 你看饭 八大人 你说皇上都在这里边 在不在 何大人 咱们一去 不就知道了吗 这去 皇上 小明回来了 把何人咱们都带来了 是吗 还有什么人一块进来 一块进来 何大人 这儿 我好叫你呢 那才叩见皇上 臣叩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怎么不说话 你们脸红什么 朕还没脸红 皇上 奴才救驾来迟 请皇上赎罪 救什么驾 指着你们救驾 朕都死八回了 不知何人胆大包天 伤害了皇上 皇上略加描述 臣立刻点骑兵马 并将那大胆的刺客 捉打归案 别大惊小怪的 刺什么客啊 他们连朕的身份都弄不清楚 不过就是争风吃醋而已 朕也没让他们占什么便宜 这事过去了 别说了 是 臣遵旨 皇上 太后非常惦念您 令农才带几个太医来 还是请太医侦断一下 以免太后担心 叫他们进来吧 都进来吧 这干什么呢 赶急呢 这么多人呢 留下一个 其他都回去 好 你留下 这 红历 这也没你什么事了 既然活身都已经来了 给你放假回家看老婆去 谢皇上 你们俩还在这儿干什么 出去吼着吧 这 站住 站住 干嘛呀 何大人 我问你 皇上真的一直住在这里 那你说皇上住哪儿啊 好了好了 算了 反正问不出实话来 告辞了 我问你 皇上是被何种兵器所伤 好像是 被剑所伤 剑伤 你今天晚上不要离开 就在这儿待着 是 是 走 看来红的这小子 没说实话呀 何大人 你有什么高见 争锋吃醋 用了弓箭 这倒头会听说 高大人 你也就守在这里 我去见太后 请何大人放心 下关这回 不会出任何疲劳 嗯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